你们就是用硬不硬的 一瓶酒 一个地摊火锅 就是这么爽 软烧板筋毛肚 兄弟们 在贵阳 长方便难吃的 火锅不能不吃吧 贵阳的火锅是啥呢 叫豆吃火锅 地摊火锅 这是金六福 福子三号 配地摊火锅 走 我特别喜欢这种小街道 这种鸡脚嘎吵里边的小店 闭着眼睛都好吃 现街现炒的 那给我切点肉 肉不错新鲜 这是怎么卖啊 35一斤 那就切个七八两吧 你先切 这是油 这是肥 肥料肠面油的 27块 好 现在切是吧 好 打一下 这就是一会锅底对吧 对 这手切没 你这刀工可以啊 切得真薄 你觉得可以带 嘿嘿 好了是吧 对 好了 你给我 27块钱 不比你喝奶茶爽吗 12块钱一个人 你看啊 蘸水啥都给你包含了 蔬菜也包含吗 蔬菜也包含吗 啊 真不错啊 现场炒料 先放油 猪油这个味出来了 蒜 哇 这个豆豉 哇 这个豆豉 右手就香 这是灵魂 干辣椒 哇 这一勺 这跟炸酱一样 把肉再炒一点啊 蒜一半炒一半 我们这是 哇 这肉炒出来绝对香 还要放柿子 天哪 再放一点 嗯 直接就吃汤的 就不吃干锅了 这点这么实在 菜自己家 油卖菜 哇 天哪 这老板咋做生意呢 不太懂啊 太水灵了这菜 先少拿一点啊 这得好好的喝一点了 这菜 这两天把酱酒喝多了啊 今儿个喝个浓香型的 金六如福字三号 一满杯 吃前开个胃 来 兄弟 堆一下 非常好入口 嗯 喝着很舒服 咱先涮肉啊 先切的如何 看一下 这个米饭已经有炒的呢 是吧 我往这吃炒的 那给扔了不行了 兄弟们 学了 这锅充分把豆豉那个香臭味 反馈到了极点 真好吃 咱这儿有没有饭 有啊 那里 自己打是吧 对 我就喜欢 贵州人做事的风格 玉米饭是吧 哎 好 这个好 没见过 咱试一下 你愿意没见过 睡一 往这儿翻上一盖 什么这么过瘾 我很久没这么爽的吃肉了 看这一块下去 我的妈呀 这肉一片是炒的 一片是我干蒜刀 又嫩又香 你不行了是吧 小助理直接撂雕子 不给我拍了 你这拿老北京的话 说这叫午吃 好像是搞饭吧 来了贵阳一定要吃这东西 价格便宜 味道又好 环境又接地气 这种铁锅 炒啥都看着香 毛肚来了 刚本来想吃猪肚呢 这两天猪肚吃多了 当然涮毛肚 我跟你说 这锅底涮啥都好吃 板筋也来了 往里一铺 快吃这毛肚 猪肝兄弟们 哎呀 新鲜 软瘦 来贵州必吃的 其实可以直接吃 我还是想涮一下这锅底 让我来一下这 板筋 板筋吃的非常油香 而且很筋道 有口味 好多朋友说大嘴 你整个大杯子吗 整个分酒即合吗 是不是 酒是要品的 以前有那么一句话 不是说 泰白斗酒失百片吗 高度蒸柳酒 是元代以后才形成的 高度蒸柳酒 你就没法大口 那样牛饮 必须得小杯子慢品 这才是会喝酒 泰白斗酒失百片 那斗的是老走 快吃快吃 我吃个 这叫软瘦配猪肝 猪肝太脆了 尤其是猪肝涮过这个锅底之后 猪肝本身带有的那个脏气味已经没有了 软瘦 好喝 软瘦吃得最香的猴皮筋一样 特别有脏头 你不用涮这锅 你直接吃 都很香 这么好一户锅店 你们真的得试试 我做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工业 一块下去先夹一堆 软瘦板筋毛肚 好喝 极致的享受 这叫切意 锅 感谢观看